有意代表国民党提名参选立委选举的现任市议员何淑萍和林佩祥 在国民党基隆市党部前握手致意君子之争 也各自说明参选立委的目的 然后让淑萍能挺身而出 那尤其是在我们市长取得取回这个执政权之后 更需要有一席的立委来协助来帮忙基隆市政的推动 无论是在这个我们通勤处的交通 以及未来积极的整个规划的落实 还有我们的父老父佑的一些照护 这个都需要我们这个中央来争取更多的经费 来协助基隆市政的推动 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 佩祥将尽全力把港口资源追回回馈给我们基隆市 让基隆港变成基隆人的港 不能一天到晚营运成本 基隆港的营运成本就是基隆人在吸收 基隆人都 可是基隆人却没有对他人回馈 这个一点都不公平 佩祥如果进国会 最主要争取的就是这一点 国民党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从4月17号到19号一连三天接受登记 国民党两位最先表态的现任市议员 何淑萍以及林佩祥 也在18号同一天先后分别各自缴交了110万元的保证金 以及作业费等经费正式登记完成 会不会跟部分地区初选候选人一样 杀到刀刀见骨最后又不会团结呢 两个人都说不会 我倒是不会 因为我现在打的选战都是正面的 我相信这个市民朋友也都很厌倦的那种 谩骂然后那种抹黑的这种手段 那我希望就是依照我六届民意代表的 一个洗礼 就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就是一步一脚印 然后就是靠自己的表现 而不是把别人踩下去 然后觉得自己很高大 不会刀刀见骨 我们基本上本党的所有同事都有个共识 我们要把这一席 基隆人的立委抢回来 我们要把这一席 属于基隆的唯一一席的立委抢回来 基隆人不是没有需求 只是基隆人的需求 被人家漠视掉了 被中央和谐掉了 这一点都不对 过去八年就是这样 所以配祥这次参选 主要就是想进中央 想进国会 想进入体制内 两个人都说目标一致 为国民党拿回基隆市 这一席立委席次 而正式进入党内初选机制 就看最后登记截止日 有几位同志登记参选 开始进入初选协调 或是协调不成 用什么方式做民调 决定提名人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有兴论的决定席 Model